师父 给金仙的药用了吗 是 今日金仙可有好些 比往日好多了 对了 师父 今日金仙突然问起我一个问题 都问你什么呀 问我们须宗门的秘书 是否和门主家族有关 你都一无一失告诉他了 是啊 师父别生气 金仙说了 他是想看看 能不能帮助门主 克服这家族之急 来报您的救命之恩的 罢了 说就说了吧 他早晚也会迟到 退下吧 是 我说 我说 我看了 我说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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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且万路门中 房屋毁坏所需修缮的费用 今年也多出很多 不知三位门主 没钱去抢啊 周围那么多有钱的 还不够修这些破房子的 那怎么成 不如这样 既然修不好了 那就别修了 反正也不仅是那几间屋子住 大家遨遥 明年再说 这 这什么这 就这么办 是 门主 小点声 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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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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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 小狐猫 你这是当着我的面 欺辱我的弟子啊 玩嘛 又不会死人的 要不要试试啊 无论你在新山如何 在万路门就要守 万路门的规矩 不准欺辱门内弟子 跑啊 那你同我比试一场 你若赢了我 我便答应你 妥 但不能以活人为把 你儿子 去 你儿子 狐猫 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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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你儿子 你儿子 就你儿子 烦死了 干什么呀 你到底比不比了 江湖 给我站住 讨厌 烦死了 你笑什么 你是在给他们膳后吗 门主 西山主 今天殿中所说入不敷出一事 我已想好对策 遍外万路门所囤积器物 粮草 把房间合并使用 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但不可以加重赴税 记住 约束新收入的门徒 不得骚扰百姓 是 门主 门主 怎么 还有事 这是江门主和路门主给我的 都让我按他们说的做 我到底听谁的呀 倒是各有各的风格 照我说的去做 是 门主 门主 小手八卦 都让我是 你这么晚了 你来干吗 我来找你谈情说爱啊 走吧 咱们去七子地 我就不信那小红魔 还能追进去 走 子妖 阿姐 姐夫 阿姐 你身上这空空丸的作用 解决了 解决了 那真的太好了 解决了 是怎么解决的 六道金刚阵法 六道金刚阵法 竟用如此大手笔 可惜 可惜了呀 怎么什么好事 都被你给占了 阿姐真是太幸运了 若要同掌柜一样 得靠七指弟这里的药丸 来化解碗疾 这可就难办了 为什么 姐夫有所不知 咱们七指弟的东西 一旦长期服用 便很难再停下来了 服用到一定的量 想要再离开这七指弟 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想当初啊 阿姐想要离开这七指弟 不惜进入静池洗髓 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洗髓 那是七指弟 多少人死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啊 阿 没事儿 我是一般人吗 奇怪了啊 他们俩明明从这儿进去的呀 不 你厉害啊 我还不信了 你厉害了 还不信了 还不信了 我还不信了 是有用的 我这日子 谢谢你 怎么突然说这些 我虽然创立了万路门 却不懂经营之道 这么多年 多谢你把它经营得这么好 再有江武一世 我知道你一直在忍耐 他救了你的命 我虽然不喜欢他 但仍心存感激 况且 再忍耐的不只有一个人 江武这小子 又在搞什么 你怎么出来的 谁让你砍树的 我想砍 我看到你俩在一起不开心 说好了三个门主 你们俩却有自己待的地方 太不公平了吧 你想怎么样 砍树啊 砍什么砍 我同意了吗 不砍也可以 除非你俩答应我 从今以后再也不来这儿 江武 不要太过分 当初在这儿求我救他的时候 你可不这态度啊 你要是不答应我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明天还来看 以后非必要情况 我和招摇不会来这里 这是我最后的让步 你别太过分了 这个态度才对嘛 你今天好漂亮哦 你 这不刚走怎么又来了 给我一颗空空碗 公子账上财产可关 区区空空碗 不值几个钱 要不要再多来几颗 要十颗 公子大手笔啊 拿的 拿的什么呀 这是陆门主给立门主做的汤 陆招摇做的 嗯 味道果然不错 跟李晨岚说 就说卢昭送他一碗吧 好 门主 如你所料 我端着汤从门口路过 说是陆门主给你做的 那江武喝得是一滴不剩 喝了就行 门主 容我多问一句 那要 死不了人 只是让他去他想去的地方 哦 那好 阿妩 怎么了 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直在闹肚子 去看看吧 没事 不用 我去到茅厕 哎 你带着了吗 没有 去拿了 门主 您上次写的文书十分有效 咱们万路门又能过个好年了 知道了 这个啊 是兄弟们呈上来的文书 先搁着吧 是 江武喝了汤之后 可有什么反应 据兄弟们说 江武今天往茅厕跑了一天 脸色蜡黄 恐怕是不太好 是否要请南山主过来看看 仅仅是拉肚子 是啊 好 把这剩下的也给他吃了 是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还不是慢着你 说什么节约伙食 搞得我好几天都没吃饱 那怪我喽 女魔头 你就真的不担心万路门 会被江武抢走吗 他可没那本事 为什么 江武是看似闹腾 但小丑八怪 其实是不动声色地 把石拳握在了自己手里 我走了这么多年 他能把万路门 弄成现在这样 还是有些手段的 小丑八怪这么厉害 我看上的男人能差吗 陆长友 你出来 这小红猫 竟然敢指护门主的名字 我们就这么任由的 再把楼门嚣张下去吗 放心吧 你那两个门主又不傻 我只有一个门主 好好好 你就一个 他们呢 是在等 等什么 江武性格 这么乖张的一个人 他肯定过不了 多久这样的日子 等他忍受不了了 他自然就走了 会吗 会啊 等着吧 小丑女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 好像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我说你为什么一直见我小侄女 profesor 你为什么没有 你这怎么了 你给厉晨岚那碗汤里边 放什么了 汤 什么汤 我明白了 原来是厉晨岚呀 我问你 你为什么喜欢他 是因为他对你好吗 那我也可以 你不可以 为什么呀 因为你遇见我的时间 就已经输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遇见我的时间就已经输了 到底什么意思 阿妩 好点了吗 好多了 什么事啊 现在万路门里很多事情 都没有在吴恶殿上报 他们直接把文书 呈给了厉晨岚 这几天除了养猪种田 就是吃饭造房的事 万路门里面怎么可能 连件大事都没有呢 所以阿妩 你要想办法巩固自己 在万路门的地位 这事好办 陆昭瑶的六合天一剑 不是丢了吗 你去查查林子玉的下落 关六合天一剑 什么事 巩固地位啊 当初李晨岚可以帮陆昭 把六合天一剑找回来 那现在我也可以啊 我不是让你巩固这个地位 我说的就是这个事 行了 去吧 去啊 这事好 这事好 你说 这事好 好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分担一些 以前事情更多 也没见你说忙不过来 以前他不在 我觉得度日如年 如今他回来了 时光宛如飞时 未曾会想有一日 竟在你的脸上看见了 春风得意的样子 若说春风得意 还须等江武离开了 才算得上 听探子说 江武心腹小义 已经离开了万路门 好像也在追查林子豫的下落 今日在江州城 与我们撞上了 林子豫可在江州 有在江州出没 阿荣 剩下的折子你帮我看了 我出去一趟 这两个人结伴出刑 这两个人结伴出刑 现在万路门有了江武 在江湖上是独大之事 虽然宗门池天明对我颇有威慈 但只要六合天衣剑在我的手上 我想他们忍气吞声也会拉拢我 那咱们继续前往宗门地剑 这把剑不能这么轻易地给他们 否则 一旦你我无利用价值 必定性命难保 嗯 快走 哪那么纠结 把命留给我不就完了吗 啊 这把剑在你手里待太久了 该物归原主了 我 今天这把剑我要定了 多事 你们干什么呢 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结果让他给搅合了 找到林子玉了 那林子玉呢 跑了 追啊 把剑交出来 看来 我看来 我看来 好 我看来 啊 我看来 我看来 你的手 我帮你 莫青 莫青 江五 你要干什么 杀了他呀 我说了我要杀了利神兰 夺了万路门 将他取而代之 你当时还说欣赏我呢 我 做得好事呗 我要杀了利神兰 夺了万路门 将他取而代之 那是当时 现在也一样 请你 来呀 住手 这伤要紧 我们先回弯路门 走 他怎么样 活不成了 活不成了 活不成太好了 我告诉你江湖 小丑八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也休想好过 好啊 他死了我陪你一起难过 你 出去 让你出去 你也出去 吵死了 扶我一下 扶我一下 他把我带走 他死了 他死了 你还能死 他死了 他死了 你还没有死 你死了 你死了 可能是要死了 你死了 他醒了 我也受伤了 帮我也治治 莫青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无妨 什么无妨 我还在这儿呢 你现在对你的身体没有发炎权 厉晨岚 我告诉你 你现在身体里有两股力量在互相撕扯 我费尽周折才替你一直注意我 你且控制住你的心血 不要让我做同样的事 那到底有没有事啊 暂时没什么大事了 你 智商过来 你们两个 我只能治皮外伤 别的 都自求多福吧 怎么了 他们俩的身体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 我这儿只能治人 治不了心魔 莫青 莫青 你给我站住 黎晨岚 你给我站住 我让你站住 听见没 你跑什么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自己重的磨叽 你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吗 我不想瞒着你 我只是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我之前 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这种感觉 就跟我以前脸上有清痕的时候一样 让我觉得自己丑陋 我怕你会丢下我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虽然你都在我的眼前 我就还是会觉得 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你 莫青 你记住 我绝对不会再丢下你 就算这世间毁灭 你也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知道了吗 阿妩 这本来是你替陆昭瑶拿六合天衣剑 结果被力尘兰这么一讲话 反而都成了你的错了 李晨兰受了伤 你做的一切都逃不了好了 你们俩都闭嘴吧 烦不烦呀 阿妩 你烦我也得说 你不知道 咱们新山的人在万路门很受排挤的 他们根本没把我们当自己人 兄弟们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但你现在是门主啊 他们有什么事 还去找那个力尘兰 咱们什么好处都没老找 小恩说得有理啊 阿妩 那陆昭瑶虽然跟你一样被架空了 可这万路门的人都认他 就是啊 这万路门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 要我说呀 咱们不如回新山算了 熟门熟路的 相遥自在 多好啊 不好 哪不好啊 我在这儿天天可以看见陆昭瑶 我在新山可以吗 你在这儿受这么多委屈 就为了能见那个陆昭瑶 对 我就是为了见陆昭瑶 行了 你们俩别管了 吃吃吃 什么事 万路门的林子玉求见 他还来干嘛 林子玉说 他带着六合天衣剑而来 打他进来 是 请 门主 请 林公将去而复返 有何贵感 找你谈谈 你想见六合天衣剑 继续流灶宗门 六合天衣剑是我的筹码 就看持值是要 还是不要 好 林姑娘说笑了 你之前的居所仍在 随时可以住进去 迟之事莫及 我这次前来 并非一定要待在凤山 实话说 我信不过你 我跟你合作 你知道我的筹码 我不知道你的底牌 这不公平 也不让人安心 你想知道什么底牌 此前你说要跟锦绣联手 但是一直在等待时机 我就想知道迟之事 到底在等谁给你的时机 林姑娘 为何如此猜测 天下 都想要六合天衣剑 我看那个锦绣好像也很想要 既然迟之事不愿交心 告辞 林姑娘 请留步 留步容易 难再留人 既然姑娘明察秋毫 那池某也实不相瞒 如今 和锦绣合作是假 暗住金仙 重回巅峰 才是真 金仙 洛民仙还活着 切莫声长 金仙正在休养 待他商誉归来 必定把万路门 杀个片家不留 好 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